小朵朵讲故事 圆滚滚的谎言 今天我刚打开门 隔壁的妞妞就跑过来了 我就把她挡在门外 跟她说 今天你不能进来玩 我画画的作业还没写完呢 妞妞愣在那里 不管这么多 我碰的就把她关在门外了 我不喜欢这个新邻居妞妞 她一到我家 就把我的玩具呀 书呀 弄得满地都是 每次她走之后 我都要费好大的劲来收拾 其实我画画的作业早就做完了 我是不想让她进屋 随便找个理由堵住她 我刚坐下 突然一个什么东西 从我身上蹦下来 圆滚滚的 有鼻子有眼 滴溜溜的在桌子上转 咦 好奇怪一个东西 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 我试着用手指去碰她 她停下来了 说 小豆豆 谢谢你让我来安家 什么 嗯 就是你邀请我到你身上来了 以后嘛 大事小事 我都可以帮你出力 你是从哪来的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你 我的名气可大了 我们家族兴旺发达 最喜欢跟人交朋友 谁邀请我们 我们就住到她身上去 随时为她效劳 我们的名字吗 叫谎言 听说过吧 哎呀 我这才搞清楚 刚才我对妞妞撒了谎 竟招来了这个家伙 我可不喜欢你住在我身上 我不要你 你快走 来都来了 怎么能随随便便地走呢 再说 也是你让我来的嘛 多多 你在和谁说话呢 妈妈在厨房听到了 没 没和谁说话 我在念书 哎呀 糟糕 我又说谎了 而且还说得挺顺流的 怎么回事 以前我可不是这样 圆滚滚的谎言 在那一瞬间就回到我身上来了 哎呀 是他倒的鬼 这一整天我都很不舒服 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晚上睡觉前 我也不缠着妈妈讲故事了 妈妈很奇怪 摸摸我的头说 多多 你是不是生病了 哪里不舒服吗 哦 今天做了好多作业 太累了 我想早点休息 这样啊 多多多好努力啊 那我们就都早点休息吧 晚安 睡个好觉 妈妈帮我一好被子 关上房门走了 我翻来翻转 我翻来翻去 怎么也睡不着 我干脆坐起来 嘿 你这个怪东西 快出来 圆滚滚的谎言 咕咚就掉到了我的被子上 他还得意痒痒的 怎么样 这个忙帮得不错吧 你妈妈都夸你了呀 嘿嘿 是不是好处多多 将来呀 你长大了 我会帮你 当大官法 大财 我们帮过的人 老鼻子多了 数都数不过来 这嘴 我不要你这样的帮忙 快点离开我 好了好了 别耍小孩子脾气 你现在还不太会 我当然要帮着你一点 慢慢的 你自然会了 我就不操那么多心了 你看那些大人们 几乎人人都会 要不怎么把我养得 怎么的胖 他还欣赏着自己的身材 滴溜溜的 在我的被子上 打了一个滚 紧接着 噗的一声 哎呦 好臭 他假装不好意思的说 有点不消化 你不知道啊 世上有个中共 他的媒体撒了 好多迷天大话 都超过我们的消化能力了 肚子里就涨了 好多好多臭气 不随时放出来 肚子都会爆炸 要是那就顾不上那么礼貌了 哎呀 圆滚滚的谎言 竟还会放臭屁 好恶心 我得把他抓住 扔到垃圾桶里去 谁知我这么一想 他一下子就不见了 他好像知道我要扔他 再也不出来了 第二天 我和妈妈说话的时候 妈妈说 小朵朵 你可得好好竖竖口啊 我怎么闻着 你有点口臭呢 我吓得一下子捂住嘴 天呐 一定是他在我的身体里 又放臭气了 这个可恶的东西 怎么才能把它弄出来呢 我翻遍了书架上的各种书 有的故事讲了不要撒谎 可是都没有讲到过这个怪东西啊 而且现在是已经撒了谎 把他招来了 我该怎么办呢 最可气的是 他现在已经不出来了 我抓不着他了 也不知道他住在我身体里的什么地方 我发愁得很 妈妈看出来了 小朵朵 我怎么觉得你这几天不对劲呢 我哇的一声哭起来了 我憋得太难受了 我哇哇的大哭着跟妈妈说 妈妈呀 我撒谎了 我不要撒谎 我不要撒谎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 告诉妈妈 我就把撒谎的事 一股脑子倒出来 嘿哟 我终于可以长长的舒口气了 妈妈告诉我 说谎的确不好 不管孩子还是大人 都不应该撒谎 哦 刚才妞妞的妈妈说 她要出门办事 让妞妞在我们家玩一会儿 要不你跟妞妞道个歉 谎言最怕的就是曝光她 把她晒出来 她就没办法藏在你身上了 哎呀 太好了 还可以这样治这个东西 妞妞到我家来 我就赶快领着妞妞进了我的房间 妞妞对不起 那天我把你堵在门外 我说我要做作业 其实不是 我撒谎了 我是不高兴你乱丢我的东西 哦 是这样啊 对不起 今后我玩了什么东西 都放回远处去 我会记住的 朵朵姐姐你真好 我好喜欢你 哎呀 妞妞一点都没怪我 也没生我的气 这一天 我俩玩得好高兴啊 妞妞走的时候 果然记得把书啊 玩具啊 都放回了架子上 最后 地上还有一样东西 妞妞指着说 朵朵姐姐 这个东西我没有玩过 放在什么地方呀 我一看 哎 这不是谎言那个怪东西吗 肚子扁扁的 像个泄了气的气球瓶 我用脚踢了踢她 她一动不动了 我告诉妞妞 这可不是什么玩具 这个东西叫谎言 谁说谎 这个东西就跑到谁身上去 她躲在人身上 好多人也许还不知道 自己身上藏了这么个怪东西呢 妞妞瞪大了眼睛 吃惊地说 天哪 好可怕 我身上有吗 我可不要这个坏东西 这个东西啊 她会见光死 见光死是什么意思 就是 把她说出来之后 她就死了 你只要把撒到谎 说明白 说出来 之后不要她 她就会死掉 哦 好的 让她死 说完 我就用卷纸垫着手 把她拎起来 扔进了垃圾桶 妞妞说 快把垃圾袋扎紧 我们把她扔到楼下去 我和妞妞就一块下楼 把她扔到了垃圾房的大桶里 我和妞妞好开心啊 哎呀 我好多天都没有这么笑过了 啊 哈哈 哈哈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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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